说别人可怜时想到自己可怜了吗 佛弟子 门心问自己 这一生我到底想要什么 学佛几年明白了一些因果道理 因此看到一些人 无视因果定律而照下罪业 甚至遭受恶报时 会脱口而出 一句话太可怜了 每每在单位受到领导的批评 或者从媒体中得知 某人被法办了 或者是看到周围 某个人遭遇不顺了等等 都会说一句 哎呀太可怜了 其实自己的内心深处 对招恶报者不是悲鸣 而是觉得他活该受罪 受到领导的批评 为什么还说太可怜了 因为他批评了我 我又没犯错 他这不是在招恶业吗 他照恶业到时候得恶报 自然他可怜 有一天 一位佛友 听到我说领导可怜之事时 反问了我一句 当你在说别人可怜时 你想到自己的可怜吗 这句问话 如晴天霹雳 一下子振行我 对啊 非明是自己有错误 遭到批评 不是虚心接受 反而还假惺惺地可怜别人 这叫什么逻辑 我想到了自己学佛历程中的那些可怜事 2011年 我有幸跟随师父学习六主堂经 师父讲得很好 很多人听课后获益匪浅 我听后也明白了一些佛法的道理 但当时刚刚学佛只是读了地藏经 还佛说阿弥陀经 其实这两部经中的很多道理 我是一窍不通 但跟师父学六主谈经时 看到一块听课的好些老年人 对经中的很多字都不认识 表面意思都不懂 我的傲慢立刻现前 大有众人皆迷 我独醒的优越感 因为我认识经中的字 你说可怜吧 后来去寺庙的次数多了 跟这些上年纪的同兄们接触多了 我才发现 他们虽然认知不多 有的甚至是文盲 但对心经大悲咒等经咒被的滚瓜烂熟 我自以为比他们强 但仅仅被大悲咒用了好几年时间 心中填满了骄傲 哪里有空间装下佛经和咒语 后来等我背熟了大悲咒 心经后 我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越发强烈 还自我放纵 认为学佛也不过如此 不就是送送经 念念咒 参加个法会啥的 学佛后 我觉得最可怜的是我老公 在我眼里 他缺点多的一辆火车装不下 他最最可怜的地方是自己不学佛 还反对我学佛 我真心瞧不起他 爱 您说可笑佛 见闲思奇 见不闲而内自行也 直到后来 我有幸从网上看了一本法宝 才如梦方醒 还是慈悲的师父 给了我们这些弟子一个网址 让我们从中看波节枪活第三世一书 当从法宝中 看到南魔本初报生活的圆满五名后 我被佛陀伟大的慈悲与妙智慧惊呆了 书中所列的那三十大类成就 真是让我目不暇接 佛陀所作的诗词 歌赋 书法 绘画 玄妙 韵雕 医方 治病 所有的技术工艺 真是匪夷所思 这些确实不是凡夫 所能达到的啊 攻读佛陀讲的《了意经》 我好似看天书 攻读佛陀讲的《僧俗便语论》 我一窍不通 攻读佛陀讲的什么叫修行 我大概能明白什么叫菩提心 但如果说是做到发菩提心 那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些前无古人的发明创造 佛陀讲的这些深奥佛法 都深深震撼着我狭隘的心 至此 我才意识到 相比于佛陀的伟大 自己是何等渺小 相比于佛陀的慈悲 自己是何等恶毒 本来还自以为 狭买人生以德 学习一下佛法 在人前脉弄一下 显摆一下 有多惬意 没想到这是在种堕落的种子 相比世俗中 那些处于顺境 而娇重贪腐的人 自己更混蛋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今生能遇到佛法本来不易 能遇到真正的佛陀在注释 并亲闻佛陀说法 乃至得到佛陀万领传法 这岂是一句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比喻 所能盖瓜的阿 这又是何等大的福报阿 可是多年来 自己不仅不珍惜 还在晃重自我 任由自我的轻慢傲慢发展 懈怠放逆 任意挥霍着 这难得的人生 和无上殊胜之法源 假学佛徒劳行 自己骗自己 这比那些 没有学到佛法 没有遇上这无上殊胜法源的人 不知道要可怜上多少倍 这犹如别人 不知道抹山有金矿 处处寻觅 而我自己现在正站在金矿上 不知道赶快绝金受用 却还在洋洋自得地说 别人可怜 最后注定空手而归 无常老死 爱 多么可怜的我 闻 此方会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